接下来介绍Large Pro X 里面 EQ 类型的最后一个EQ 叫做Match EQ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整个档案的最后两轨已经先加了一个Limit Limit是在这里 我等一下会讲到什么是Limit 这个Limit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整个音乐的声音不要破掉 所以在最后输出的时候加上Limit 让它多大声都不会破掉 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Match EQ 好,我们叫出Match EQ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Q其实它蛮好玩的 而且其实有时候非常好用 那如果你搞懂的话,它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 好,你看一下,基本上 你看我现在在整个画面里面乱拉 你可以使用 你还是可以直接使用滑鼠去调整EQ 所以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正一般的EQ来处理 但是它的目的当然不是这样子 好,我滑鼠如果直接点的时候就可以拖 调整我的频率,对不对? 如果按住Shift的时候,我还可以调整我的Q值 好,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如果按住Option的时候,我就可以往上回到0 这是一个在Match EQ里面的一个基本的操作方式 好,如果是在放开安住Option就可以全部回到Reset 好,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好,然后接下来介绍这边 当然也可以analyzer 这边也可以analyzer 就是处理前跟处理后你可以这样选择 譬如说我们先放一下 有没有,然后比如说处理后的话 我们夸张一点好了 好 然后 处理后的声音 处理前的破心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analyzer 大家应该已经有概念了 好,然后再来是 呃,view这个地方 呃,这个等一下我们先跳过 我们先要讲 基本上这个Match EQ 最重要的三颗按钮是在下面这边 呃,什么叫做Match EQ? Match就是一个对照,一个比较 呃,等于说你可以去符合啦 就是等于说你会有一个呃,来源的声音 你可以分析一个来源声音档 然后再加上呃,目前你要处理的声音档 然后他会这个EQ会自动帮你去分析好后 算出一个差异性 然后就会等于,就等于说他可以算出你的差异性 所以基本上这个Match EQ的用法 我们下面的影片会介绍实际的用途 这样各位比较有概念 那这边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好 所以基本上你会有 你会在使用这个时候你会需要的是 你有一个参考的数值 就是波形的分析档 加上你目前要针对 你目前要针对处理的声音的分析档 然后他会结合这两个声音档 算这个EQ会算出他的差异性 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最后的结果的 一个EQ的波形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整 这个EQ的波形要多大程度 甚至你可以相反 这其实这个是等于说 这就是这个EQ的主要的用途 但是实际用法我们等一下影片会跟你讲 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介绍这个View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先选个Preset 随便选一个 你会发现它Preset选完后 它的View是Template 就是这个Template 有没有 那如果View改成Current的时候 是没有的 是平的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按Current 按Learn 然后播放音乐 你不想要 抽我的神经跟我说过了就好 好,这个时候我就可以 我的View如果开成Current 就是这个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Auto Auto的话就是会显示最后处理的状态 然后Template 就是刚刚的Preset 这个时候如果按等号的时候 Match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算出差异性 那这个时候我的View如果是Filter 就是目前的差异性 有没有 好,那Automatic 开到Auto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 一样是View 但是它这个是你可以 就是浏览就是LR的最大值 或者是单纯的Stereo而已 好,然后接下来下面这边 通常我们在使用这个EQ的时候 要码就是Mono 要码就是Stereo 那你很少状况 除非你有特殊需求 你会需要单纯单独的处理 左声道或者是右声道 这时候你就必须从这边选择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 要单纯的处理 只处理左边的声音的时候 你这个Channel Link 就要把它关到0 它就分开处理 你就可以使用这样的状态 不过通常我们都是使用立体声 所以我们直接Channel Link 要把它连起来 就是我们同时针对立体声去处理 好,然后再来这边有个相位的选项 呃,基本上可以先保留 就是Linnear就好了 因为我们针对立体声 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处理 然后 再来这个刚刚已经讲过 就是你可以去调整 你要针对这个 已经算出来的波形 然后对这个声音要处理的时候 的程度大小 你可以去调整这个量 好,有没有 譬如说这样 有没有可以调整 我要多夸张或是相反 有没有 好 再来呢 你还可以调整整个波形的圆滑程度 顺畅度 有没有 好,那这个手听听看哦 你不想要 从我的神经跟我说过了就好 你不想要 然后再来你还可以稍微去单独调整 有没有 好,所以 基本上到这边就是大致上一个MatchEQ的一个基本界面介绍 它没有太复杂 不过有点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 但是 当然这样讲完 各位应该还是没什么概念 所以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影片会开始介绍 应该有两段影片会介绍它的两种蛮酷的用法 OK